亞洲人喜歡投資黃金 台灣人更是情有獨鍾 尤其這每年年底一到 都會有一波結婚潮 就需要用到很多的黃金 再加上準備要過農曆新年了 也是這個黃金的傳統旺季 現在大家就在說了 這黃金有金條 有金式 還有黃金存折 到底要怎麼投資呢 其實就有專家說了 你買這個黃金存折 可能會比你投資金條或金式 還要賺更多耶 真的是這樣嗎 怎麼說呢 我們要先從這個金條開始說起了 其實一般說到金條 大家一定都想到說 如果你想要這個儲蓄 想要保值抗通膨 肯定選金條就沒錯了 因為你看看旁邊這個金式 這可能戒指上面 還要幫你刻一條龍 甚至有的是這個項鍊 也要刻成小花的造型等等的 這些其實都是需要跟你收 手工費 設計費 甚至還要給店家佣金的 那麼這些成本算一算 其實相對等重的這個金條來說 價值就沒有這麼高了 我們打個比方算給你聽 你可能就更清楚了 像是假設我們今天去同一家店買這個金條 你馬上買 馬上再賣還給老闆 你只會賠掉 每錢大概賠掉100塊錢而已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買旁邊這個很漂亮的金戒指 你馬上買 馬上賣 你每錢就是賠掉500塊了 而且這一些還沒有加我們剛剛講這些 離離口口的手工費 設計費等等的 如果通通包進去 等於說這一秒的時間 你一買一賣這一秒的時間 你可能就賠掉一成以上的價格了 所以現在才會有專家說 你與其去考慮說你要投資金條 還是說這個金式 倒不如直接來投資黃金存折 因為它相對來說比較簡單 你也不需要說家裡要有個地方保險箱 把這些黃金都給藏起來保存起來 怕被人家偷走 因為它其實就是直接存在銀行裡頭的 而且它其實是台灣獨有的一種投資方式 很多阿姨叔叔們可能也都知道 農會就很流行用黃金來做投資 因為其實黃金它的交易單位 相對來說是比較低的 只要一克就能夠買 如果換算錢來說 等於你少吃三個便當 兩百塊就能直接來投資黃金了 而且需要的時候 一樣可以隨時來做領取 你可以換成現金 或者是說把等重的黃金 給領出來放在身邊 可是不論你今天投資的是 哪一種類型的黃金 這專家說了最重要的 還是入手時機了 黃金其實週期還蠻固定的 一般來說這下半年的價格 都會比上半年的還要來得漂亮 真的要好好挑對價格了 如果想要在這今年年中 幫自己多加點薪水的話 就必須要挑好這投資的時機 因為現在說真的是萬物其漲 就連以前大家的小確幸說這南部 收個大碗的丹丹漢堡 現在竟然也要漲價了 知名的丹丹漢堡 宣布17號開始就要漲價了 像是這個招牌的炸雞 就要調整3塊錢 還有這個人氣套餐9號餐 也要從原本的99元調漲到一百利次 鮮脆雞腿堡配上赤肉麵杏羹 一口漢堡 一口麵羹 這中西合併的素食 只有在南部才吃得到 原本一個套餐百元有走 但未來想吃得要多掏點錢 可能會比較少買 為什麼 就是漲價了 去不太多 對啊外面現在都去很高 漲3到5塊而已 就是希望消費者能夠接受 因為畢竟其他物價真的都漲 葉哲江漲價的公告 就張貼在點餐櫃檯旁邊 14項精選定時餐 總共有7樣調漲2到5元 單點的部分 像是炸雞22年來都沒有調整價格 還有15年都沒有調整的超常熱狗 通通都漲了2到3元 不過也有眼尖的民眾發現2號餐 6號餐跟13號餐 則是降價幅度1到3塊 可能就比較少一點 就可能就比較降價 就是可能吸引看有沒有一些客戶在賣這樣 明早在猜部分的餐點降價 是想提高銷售量的一種行銷手法 另外高雄人氣便當梅家村 滷得油油亮亮的招牌滷肉飯 還有不油膩又軟嫩的排骨 近期價格也悄悄調漲5到10塊 他這價位還要很適中 有調漲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有開立發票 另外嘉義賣蛋卷 賣出名後的福一軒 商品也全面調漲5到10元 家庭號蛋卷從160塊漲到170塊 未來想吃這些美食得要多偷點錢 東四新聞凌晨 楊木木婷 在高雄的採訪不到 什麼東西都在想 但是民眾還是想問說 台灣真的有不景氣嗎 為什麼 因為您看一下這個畫面 這是雙十二的購物節 大家說要吸買器 超商院員說他們滿辛苦的 高雄鳳山的這一間便利商店 外面竟然堆滿了上千件 準備要出貨的包裹 這數量多到他們竟然要出動 儲存的籠子來置放 好像就是一座小型的包裹 大大小小的包裹 堆在超商門市外頭 都快頂到了天花板 倉儲龍也堆滿了貨物 就像是小型的包裹身 這景象被網友PO上網 說台灣真的有不景氣嗎 直接來到網友拍下照片的 高雄鳳山鳳北路上的超商 外頭的貨物清空的差不多 都已經出貨送出去了 由於這附近聚集不少 網購平台廠商 附近的居民早就習慣了 因為每到大節日 像是九九購物節 雙十一雙十二 這間超商都會出現 像這樣的狀況 如果你是病人的話 你的心情會怎樣 應該會累死吧 我覺得那些那個 怪台人員非常的辛苦 然後體恤他們 像我剛剛也是 排隊的時候 很多人在取這個貨件 那我就自己就想要等他 慢慢來弄完再買東西 他們平常都這樣 因為這附近有那個 他們的那個店家 因為雙十二 透過一系平台購物 可以滿額免運 因此購物平台廠商 也會利用這間超商 來進行配送 平常則是和另外一間超商 物流配合 直接到倉庫收貨 避免增加超商店員的困擾 只是每每有活動 超商外頭出現 像這樣子的包裹 誰也難怪網友會忍不住想問 台灣真的有布景氣嗎 農斯新聞 台灣和王沐婷 在高雄的採訪不到 那您看現在比航海王還要紅的 會是遊艇王嗎 遊艇公司東哥 他們專門是在製造豪華的遊艇 這裡頭的設備非常的奢華 還配有SPA健身房 今年在美國的遊艇大展 竟然一次就拿到了七張的訂單 而其實這東哥的基地 就在南台灣的高雄 船的底盤 家具都是MIT 大型的遊艇也不便宜 最便宜一艘要兩億元 貨輪冒出火光旁邊兩艘遊艇燒到全毀 這一艘才發現一艘船就要價600萬美金 折合新台幣兩億元 其實這兩艘遊艇都是MIT自產製造 號稱新航海王 東哥遊艇前三季 每股稅後盈餘6.6元 專門生產遊艇外銷 走近一看 除了有豪華客廳 還有SPA桑拿 健身房等等 完全就是間移動豪宅 拖車拉著遊艇 並在用吊車把船移到港口 進到散裝貨櫃 船的底盤到上頭的家具 所有零件都是MIT 組裝完成後就會外銷到美國以及澳洲 目前總共生產84英尺到120英尺 共6種尺寸的大型遊艇 其中120英尺的遊艇 一艘造價1800萬美元 折合新台幣5億多元 在美國市占率將近五成之多 今年開始第三季還是第四季的時候 開始陸陸續續的投展 所以明年我們那個場就應該會達到 一個我們當時預期的生產的數量吧 現在一年的產能達到12艘 預估2022年產能有望提升兩倍之多 其實東哥企業創立於1978年 今年已經43歲 原本是一間小小工廠 近年由二代老闆經營 並在2015年新貴 如今是亞洲第一大 更在全球遊艇市場殺出血路 東哥今年參加美國最大遊艇展 更以口氣接獲7張訂單 目前在手訂單已排成到2024年 13號股價大漲2.61% 來到157元 超越長榮揚明成為新星的遊艇航海王 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盤後交戰 都在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